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PRO王者定制版 1月7日与大家见面 猜猜还有什么特别之处 转发在选举100位超清版本抢新体验观看到这里 我和大家心情一样 对这款手机充满了各种期待 OPPOR17PRO王者荣耀定制版 还很有可能将会在外观上加入更多王者荣耀的元素 定制UI 想必也是标配不过 目前还未发布 一切都要等到1月7日当天才揭晓 OPPO和王者荣耀一直合作紧密说到OPPO和王者荣耀合作 我会追溯包括英雄AR相机 王者荣耀Log版本的OPPO都曾首发长线 而OPPO R11也曾推出过王者荣耀周年庆限量版 这次的OPPOR17PRO王者定制版 不知道在软件和硬件层面 会不会又有更多惊喜呢 Hyper Boost游戏引擎带来更多改变这款游戏引擎 已经针对最受用户欢迎的11款热 门游戏进行了定制优化 在王者荣耀中开启高帧率 高画质 描边等多种复杂因素下 游戏引擎可以让王者荣耀的平均帧率稳定在60.04帧 而在团战爆发更为密集 游戏中特效更为复杂的深渊大乱斗模式中 平均帧率依然可以保持在60.01帧 在地图更大 玩家多达100人的王者荣耀边境图为吃鸡模式 该模式对手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会令用户进入该模式会花费更多的时间 而在Hyper-use游戏引擎的帮助下 可以令用户加载该模式时间缩短8.09秒 相比为优化前加载速度提升26% OPPO与王者荣耀联手推出超高清画质 据最新消息 OPPO宣布作为官方技术伙伴 与王者荣耀联手推出超高清画质画面交互提升效果 英雄隐藏进入草丛草会随之而动 行走在河道鱼而在水里欢快地游来游去 水面波光凌连泛起涟漪 开场走出高绿塔会有鸽子飞起